嗨各位,今天我来分享我动弹阵击野蛮人的配装 目前我还在测试中啦,还没有完全的成型 这支影片我是来分享一下我的目前的思路啦 首先我们来从技能开始 普攻我带的是猛击 主要是打这个压制的伤害 我们暴击4次之后可以打压制 然后这个技能也是我们主要触发压制的手段 接下来我们核心技能就是动弹阵击啦 然后他隔壁的无尽狂怒也点满 因为这个技能他非常的耗怒气喔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无尽狂怒来获得怒气 下面的被动我们把气势步伐给点满 把他生命值上限拉高 这个精英怪的伤害减免我只点了一点 接下来的技能就是山猴了 这个山猴我会获得强刃 因为我们打压制伤害的话 强刃值他是有算在里面的 然后其他两个是产生怒气 还有增加我们的伤害 下面我们怒吼的被动也是把它点满 还有这个迅捷 野蛮人他是很吃这个移动速度喔 那么有高的移动速度跑突啊 副本什么的都很快 还有这个激烈抵抗也把它点满 这个是有被增强过的被动喔 有12%的伤害减免 增伤的被动我们有决斗士和反攻 这三个独立增伤都把它点满 在下面我们的绝招会使用狂战之怒 这是我们主要获得狂暴的一个手段 这个版本目前获得狂暴呢 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暴雪他把野蛮人的狂暴的伤害呢 变成了独立增伤了 最后关键被动就选择无惧狂怒 来增加我们的核心伤害 武器专精我们就选择双手斧 来提高我们的异伤伤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传奇威能 目前我的bill成型一半都还不到 所以我们去爱和在这个模拟器上面 看我做的bill会比较好 我们来从防御的威能开始 头盔胸脚还有裤子都是防御的威能 第一个带的是怒气蛮的时候增加我们的强刃 再来就是造成任意伤害的时候增加我们的护甲 这版本呢不从性价比非常好啊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拿到925物品强度的装备嘛 所以它的护甲值特别高 再加上我们本身野蛮人它的力量就可以给非常多的护甲嘛 所以说不从它给的这个护甲的加倍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最后一个防御威能是裤子 基本伤害可以获得伤害减免 我把这个威能放在裤子上面是因为之后我们会改哦 在游戏的后期我们会拿到这个暗金裤子 它的效果就是当我们获得无阻状态的时候 也会获得一个40%的增伤 是一个非常强的裤子哦 再来鞋子 我会带这个无阻状态结束的时候可以提高移速 这个非常重要哦 因为它之后会跟我们其他的技能来联动 户手上面我会带基本技能攻击速度增加 我们也可以带这个核心技能暴击的时候增加攻速 不过我觉得后面我们会有非常多的加攻击速度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基本攻击的速度会比较稳定一点 然后四把武器 第一把肯定是选择地狱锤 这个是动弹阵级专属的一个独特装备 如果我们还没有拿到地狱锤 我们可以先拿物品强度最高的锤子 然后威能就带照镜者 资源多的时候可以增加我们的伤害 等我们拿到地狱锤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威能放在单手武器上面 然后其他的有像是基本技能增加核心伤害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多余的怒气增加我们的核心伤害 两枚戒指的威能还是一样 因为我们玩三吼嘛 所以就带一个是怒吼期间加怒气 还有一个是减CD 这个项链的威能我会带这个无情狂战 核心技能可以延长我们的狂暴时机 到了游戏后期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暗金的项链 它的技能描述就是当我们消耗了300点怒气之后 我们下一个核心技能必定会压制 而且同时触发暴击的话 这个压制伤害就会多一个20%的伤害 简单来说它就是完全符合我们这个流派的一个项链 而且它的磁缀也非常恐怖 除了增加暴击几率还有压制伤害 它还增加了核心技能的等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项链 那么回到了无情狂战 我只是暂时的把它放在这里而已 它其实不太重要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我的电风吊纹 首先我带的是威力 我们使用双手武器的时候 造成伤害可以提高8% 这是个独立增伤吼非常好用 然后是元帅 增加我们怒吼的冷却时间 剥削手段 增加我们的异伤伤害 并且可以让敌人快速的进到异伤的状态 粉碎者 在我们使用钉锤武器的时候 造成的压制伤害提高30% 这个钉锤武器我猜它是可以适用于 单手武器和双手武器上面 而且这个雕丸它是给压制倍率的增伤 我觉得它性价比非常好 然后最后两个雕纹我会带防御的雕纹 可能到时候也是差不多达到80多层的地下层了 所以我会有一个近距离的伤害减免和增伤 还有一个是强忍时的伤害减免和增伤 然后喜有节点我会带屠杀者 在暗海盒里面它的说明还是旧版本的 现在改版的屠杀者它非常强哦 我们对敌人造成异伤的时候 伤害可以提高10% 独立增伤哦 然后如果我们再压制一名异伤的敌人 又可以获得一个10%的增伤哦 所以一共是获得20%的增伤 在一个传奇节点上面 整个巅峰盘我们就只需要点这一个屠杀者就行了 然后其他的小的节点啊 我就会点很多护甲值啊 异伤生命值 然后还有暴击伤害这些东西 这个巅峰盘我目前我的bill还没有成型嘛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缺点在哪里 可能到了后期我的角色会非常的脆皮 那么如果在高层生存不了的话 我还会在后期做一些调整哦 增加多一点它的防御性能 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装备的辞序 我们玩伤后野猫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冷却缩短 在这个头盔还有项链都可以拿到 再来就是生命值上限 因为我们主要打的是压制伤害嘛 然后生命值上限 可以增加我们非常多的压制伤害 而且这版本我们的护甲非常多嘛 那么有生命值上限的性价比也会很好 尤其你的头盔胸甲 裤子还有两枚戒指都可以获得生命值上限哦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辞序就是暴击几率 因为它就是用来触发我们的这个作战猛击的嘛 获得暴击几率的部位有手套还有两枚戒指 手套的辞序我们还要另外带一个动荡阵级的等级加三哦 然后其他像是胸脚还有裤子就是一大堆防御的辞序 鞋子的辞序我们就需要怒气消耗降低 因为我们核心技能它非常好怒气嘛 那么怒气消耗降低我们可以从鞋子还有项链上面获得 再来就是移动速度 移动速度的辞序就只有在鞋子上可以获得哦 它也是鞋子最重要的辞序 最后在武器的辞序上面目前还没有人去测试 最高伤害是需要什么辞序 到我个人猜测应该是力量狂暴死的伤害 然后再加两个 因为力量和狂暴伤害目前是野蛮人的独立增伤 然后暴击伤害跟异伤这个版本被削了嘛 它没有太重要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带像是压制的伤害啊 核心伤害近距离伤害这些东西 好目前辞序就说到这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赛季添加的机制 吸血鬼异能 首先第一个我带的异能是超学术 这回呢我在上个影片有解释了 它非常的强 它可以叠加我们的这个动荡阵级的陈述 然后它也可以对周围造成生命值上限的伤害 接下来的四个异能呢 这两个会有联动 然后另外两个它们也是有联动哦 首先来看这两个 第一个叫做狩猎弱者 我们对异伤的敌人造成伤害提高 而且敌人身上有吸血鬼诅咒的时候 它也是会进入到异伤的状态哦 这吸血鬼诅咒我等下来解释 先来看下一个叫做变形 我们在闪避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一个蝙蝠 对路上经过的敌人 我们除了可以造成伤害 也可以施加吸血鬼诅咒 闪避时的变形哦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的闪避它就会变成一个蝙蝠 然后你的鞋子 确保它是有闪避次数的上限哦 那你越多次的话 你就可以越好的去利用这一个异能 吸血鬼诅咒的话是这个东西 只要我穿过它的话 它的头上就会有一个红色的圈圈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吸血鬼诅咒 它在被诅咒的时候 就会一直进入到这个异伤的状态 这样子啊 我们在打boss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确保boss就一直保持在 这个异伤的状态 好 下面两个吸血鬼异能也是一组多 首先是这个叫做贪婪 我们的攻击呢 最多有20%的几率 提高我们的攻速6秒 这个提高的数值呢 是取决于我们的移动速度 目前我们的加成是39.7% 然后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联动 就是我们在变形之后 会进入到无主状态嘛 然后无主也会增加移速 就移速再转成攻速 像这样子 看没有 现在的攻速变到42.7% 这个幸运触发力的几率还蛮高的 因为我们的猛技呢 它的几率是54% 计算到这个异能里面 就等于有一个10%的几率 来触发这个攻速 也就是说我们每普攻10次 就有一次就可以触发 这个攻速的加成 然后最后一个到这个月亮高挂 我们在基本技能击中敌人的时候 可以增加攻速 然后跌到5成的时候 我们的基本技能也会增加伤害 移动速度也会提升 这移动速度的提升 最后也会变成攻速嘛 所以最后我放了这两个吸水鬼 一能它都是增加我们非常多的攻速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的配装思路 到时成型的时候 我会再做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收看 我是Alish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